击败阎王爷 什么爷 阎王爷 这可不是我要击败的啊 不只是帮孙猴子办事的 我我我奉命行事 那来吧 那咱今天就帮猴哥跟阎王打上两局 看好了 咱们先合成卡牌 两个猴拳合成左灯腿 两个闭关合成顿悟 猴拳和闭关合成右边腿 那这两个左右腿肯定能再次合成 哎 哎 变成了连舞鞭 那这连舞鞭还能不能进行三次合成呀 来试试啊 和顿悟合成 哎 有啦 这是闪电五连鞭 哎呀我的妈 那如果说我再一次和动物合成呢 啊 你可在玩无限合成呢 变成了点到为止 会让对方的生命值减90% 哎呦 那可不好意思了啊 咱们准备收兵 开局还没一分钟呢 就要结束了 你说说这 啊 什么意思啊 慧哥 没看到下面还要一行字吗 该随时办 我许你还能这么玩啊 哈哈哈哈 生死步 四回合之后生命减100 等会儿等会儿 我说游戏策划 我一共才100血 你这么欺负人 是不是太明显了呀 刚才我还发现了一只老鼠 点了一下之后 给我留了一条尾巴 你可别告诉我 这玩意儿也能合成 哎呦 果然 尾巴和黄泉特意 合成出了耗之为之 这就是什么东西啊 看得像毒药 钱不管了 喝了再说 运气提升 每回合生命减10 不是 你提升就提升吧 你扣我血干嘛呀 慧哥 先别急啊 你点一下 又给他抽签筒看看 抽奖 单抽的话 消耗5滴血 10连抽的话 消耗50滴血 我还有60呢 那怎么着 直接10连抽 输死一搏 单车变摩托 那就变 怎么样 直接抽了400 等会儿 他抽了一张无偿索命 可以达我50%的血量 不是 策划 你什么意思呀 为什么他的卡牌 不需要概率 要给他装个傻是吧 行兄弟们 来 评论区 咱们给次话输出一波 让他清醒清醒 生死部 还有两回合触发效果 小话 我已经知道破解方法了 小伙伴们 敲好了 咱们有两个闭关 合成顿悟 头拳和黄拳特冶 合成偷袭 然后再用这两张卡牌 合成不讲武德 我直接打出去 这样就能把生死部偷走 怎么样 傻眼了吧 哟 慧哥 有两把刷子呀 来小伙伴们 一起在评论区输入 鼓掌 咱们一起给回个呱唧唧唧 行 呱唧唧唧 另外 大家还可以在弹幕里输入 精语 解锁这个全新的满屏特效 这个也很有意思哟 好 收 阎王爷打出了一张梦婆灌塌 效果就是 让我接下来的两张牌 变成白牌 以为这就能限制住我 不可能 来 咱们合成偷袭卡牌 然后打出去 哎 你瞧瞧 咱们只要把他的护甲打掉 当然了 这期间我们的攻击卡牌也会失效 不过 这可就给了我们发育的时间呀 你们看 咱这两张白牌 不就能直接打出去了 哎 这两张闭关卡合成顿悟 说的是能顿悟个技能 哎呀 那我打出去看看是个什么技能 接 哦 懂了 最近流行的接话发誓吧 没猜错的话 这肯定是个大招卡 嗨 这不简单很多了 来 大家仔细看我操作啊 咱们随便打出一张 攻击牌 只要把阎王姨的护甲打掉 就能让他进入认怂状态 然后趁现在抓紧合成 等两回合过去之后呢 我们再打出一张攻击牌 这样他就又进入了认怂状态 就这么来 利用游戏的小bug 一直循环下去 那想要得到接话发卡牌 还不是轻而易举 对不对 怎么样 就问你们回合的这波操作 只不只得一个点赞 只就点 好 拥有接话发之后 咱们按照顺序打出去 就会 卡牌效果是 每次造成的伤害翻倍 哎哟 阎王爷 那你这死期不就到了吗 咱们只需要简单的一合成 就能再次得到点到为止 策划 咱就是说 你不能两次都攻击失败吗 哎 这就对了嘛 你回血已经晚了 他现在血量加护甲 一共是187 咱们手中的卡牌 不能一招秒杀 所以先来两张闭关合成顿物 然后再用他和连五边合成 闪电五连边 这下你总该撑不住了吧 阎王爷 你下地狱去吧 哎不对 他本来就在地狱吧